肯定美国亚裔不只在多个领域缔造杰出成就 同时也不忘回馈社区 而东三美洲新闻特别联手了知名汽车品牌Infinity 推出亚太裔传统月焦点人物系列报道 第一集要介绍的是由旅美台桥创立 而且获得联合国核准的非盈利组织帮帮忙基金会 本系列由Infinity容易赞助 全新一代2022Infinity QX60风格登场 选在户外发放各类防疫物资 并由义工们一包包放上车 这是帮帮忙基金会联手美国主流慈善机构 Fukio Unity Center 特别选在华人居住密集的南加州蒙洛维亚市 进行爱心物资发放 且系数每一代中的爱心物资可说是种类齐全 包含新鲜蔬果 素食面 罐头等 另外还有KN95口罩 酒精消毒液 洗手液 消毒湿纸精等抗疫用品 希望能帮助更多华人 免除掉因疫情持续第三年与通货膨胀 创下40年来新高所带来的各种生活压力与财务困境 坚持在社区最困难时刻 还能义无反顾地站到第一线 服务社区中最困难的族群 帮帮忙基金会创办人包潘小代表示 这一份决心与毅力的由来 竟然可以追溯到23年前 他人生中第一次对中美洲贫困爱心捐赠的行动 有警车的带领到山上 他就跟那个speaker告诉大家 说穷人来领无东西 我一看人一往我们车子上涌 我就跳车了 我吓到了 后来看他们好像很平静在领东西 我就走过来 妈妈拿了东西 小朋友没有吗 那只带一个断背的小娃娃 羊娃娃给她 然后我都不好意思 这个背是断掉的 可是小朋友 那女孩微笑太高兴了 可是大女孩围着我的大女孩 就失望的眼神 这就是我小的时候的失望眼神 我看了别人有玩具 我没有羊娃娃 而且金头发的眼睛会动的 我好喜欢 可是我没有 所以我从小就要使下的愿望 我一定要尽力赚钱 我要买很多的羊娃娃 这个小小的硬 的 decision 那小的时候 造成我在那年轻的时候 拼命在赚钱 也希望嫁个有钱人 然后努力赚钱 可是忘了你的 purpose 忘了我那时候目的 只是想买羊娃娃而已 透过这人生中的首次扶贫 不只让包攀小戴 重新回忆起童年时的自己 且自此之后 更坚定了他 在2000年7月6日 创建了帮帮忙基金会慈善组织 致力通过提供紧急灾难救助 职业培训 以及为年长者与游民 提供关怀收容之家 且要让低收入户儿童脸上 重新散发出笑容 满足与感谢 助人最乐之余 也让包攀小戴 重新找回自己 在忙碌工作中 早已迷失的笑容 并且大幅改善人际关系 不再孤立无援 甚至走出了精神上 长期的忧郁与低潮 加油站的人跟我讲说 我第一次看到你微笑 这段那么多年 我说微笑啊 我不是有一个depression 我好像有depression的问题吗 然后我今天想 最近好像是 没有什么原因我就会笑 所以我在我就想到 这个这会让我得到快乐啊 太不可思议了吧 怎么会好像满得我 这个整个人的心都很满呢 我找到快乐 真的就是让我觉得 你看我身体快70岁了 可是我打工 卸货上货 跟以前没有差的太多 而且我就很开心 身体健康 我昨天检查 真的很棒 所以我后想还可以做下去 就这样全新投入五年后 原本早已符合 美国501C三条款的 非盈利组织 帮帮忙基金会 透过不断捐助 中美洲贫困城市的爱心行动 终于在2005年获得回响 被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O SOC 核准成为具有特别协商 顾问地位的国际组织 从此活跃于30多个贫穷国家 不只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 同时也分别在中美洲与亚洲 设立起26所学校与职业培训中心 并帮助超过2.6万人毕业 重新投入就业市场 且无形之中也大力提高妇女地位 当时我们就是美国的基金会 可能是没有台湾的背景 所以就比较容易进去 我知道他们有打压台湾的NGO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 我跟班那个研讨会 我那时候进去的 马上就变成了那个 Ecoso Position 就是经济文化 咨询地位的委员 所以不晓得就是很快 有这运气 然后就跟所有的那个NGO 国际的NGO可以用研讨会 discuse 像我在那时候在柬埔赛 办这个电脑教室 办了15年 然后在乡村办那个缝纫学校 差不多十多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都都轮流地去 做流动缝纫学校 在家里面改衣服的中心 妇女赚了钱 所以妇女地位就高了 所以我那个project在联合国 有announce 跟他们有报告 这一个妇女地位 在五年之后不一样 而且女孩子可以上课了 本来我去的时候 只有男孩子可以上课 因为女孩子在家里面 烧烦带小孩 但是我就去了 那边一个城市 我们办了学校 办了一个缝纫学校 办了很久的 女孩子背一个红书包 在我那个学生家里 在家里面开一个缝纫改衣服店 女孩子上课了 然后 我觉得好感动 而怀抱着对家乡 台湾的感恩情怀 曾出生在贫寒军人世家 1980年才移民 美国洛杉矶的包盘小代 更没有忘记 多次在爱心物资的 发放行动中 像包括萨尔瓦多 瓜地马拉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贝里斯 巴拉圭 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等国家的民众分享 这些爱心物资的来源 是透过台美人社团 或企业的捐赠与帮助 不只无形当中 拓展国民外交 这份持续多年的真诚行动 更感动了 尼加拉瓜第一夫人 萨尔瓦多前第一夫人 柬埔寨外交部长等国 自此建立起稳固的伙伴关系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 一份来自台美人的爱心 在每一个国家在发放的时候 大使馆都是在 就是说我们就是 亚裔 台湾的 那个同胞们 在这边对你们当地的关怀 就是 所以说在形象方面 我们这50个货柜都是有 在当地都会做记者会 大使馆代表我们 去发放 然后大使馆都是有义工 去帮我们清官 那个储藏 分发 这是很大的工程 然后我们在美国境内 跟主流合作 所以说 我们出去都是亚裔 然后碰到 不管是飞衣 或者是那个 African American 或者是白人 还有都知道我们在做 所以都非常感谢 每次都会说谢谢 他们也学会了谢谢 所以说也很感动了 大家都很开心 迎接后疫情时代 帮帮忙基金会 本证美国将成为 全球最早脱离疫情的 发达国家之一 除了可以捐赠 世界贫困国家 更多防疫物资之外 在接受到许多贫困国家 最迫切的需求求援之后 也不忘持续支持 儿童教育工作 马上就联系到 许多南加州的华人组织 与台湾社团 着手发起与规划 爱新图书馆的新使命 他跟我讲说 我们可以不要电脑 我心里想说不要电脑 我要小孩子书 能够真正帮助当地 都是小孩子的书 可以给他们看 因为我们很多国家 都是落后国家 电不稳定 家里不一定有电脑 他们就是唯一的 能够给他们支持的 就是书 所以我说好啊 那我们就开始办个图书馆吧 就是conversation 跟每一个国家的大使馆 跟他们沟通 所以福祉基金会 静忠协会 还有很多的church 还有很多的慈善团体 都帮忙我们收集这些物资 所以有的人跟你在一起 都是他就是想要奉献的人 所以这个你的环境 不管是你自己的开心 跟你周围的圈子里面 都是positive 就是非常积极的朋友 跟团体 跟志工 还有doner 爱心的doner 从仅凭两人之力 创立的帮帮忙基金会 凭借着踏实刻苦 一步一脚印的精神 不只累计已发送出 超过400个货柜 到全球30多个国家 时也挺过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全美最严重的洛杉矶疫情 让包攀小代先后获得 南加州广大社区 与各族裔的支持与感谢 更不要说一连串的 防疫救助行动 还帮助小米亚裔仇恨 暴力犯罪 共不可没 真正从为善罪恶 成为施比受更有福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本系列由Infinity 也容易赞助 全新一代2022 Infinity QX60风格登场